刘雨昕 字幕志愧 OK 開了 那我們就拍手 請他開始囉 大家好 台北 然後今天是講那個 如果的那個 旅館快速取用Wiki Data 然後 這個簡報就好考慮 今天會講就是 一開始會講為什麼 以及一部分就是如何去做取用的部分 為什麼要取用Weekin Data 因為主要內容就是CC0授權 就是它可以免費使用 還有可以不用著名原始所措 我們去Google一下CC0的關鍵 就可以發現 CC0素材、CC0音樂、CC0圖示、CC0音樂 就是財務不好的時候想要免費用 有時候就可以去網路上取用這些素材 然後也可以商業使用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要重複去使用Weekin Data的資料 因為就是說你把一些實質性的資料給集中在一起的時候 就可以避免你重複 就不會有人做這塊 然後另外一個人做同樣的事情 然後最後才發現大家都在做重複的工作 另外就是 當你把不同來源的資料整合的時候 你就可以減少 就是使用不同語言的語言格合 另外就是 Weekin Data 它可以將不同來源的資料 附給整合在一起 最後的話就是 因為一到你的資料是 集中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可以有更多的人 來 發併 資料的錯誤來做修改 來增加它的資料 來增加它的資料 我們這邊就是一個 Weekin Data 就Weekin百科在使用Weekin Data的一些範例 那第一個就是那個Info Box 就是我們剛剛在 前衛講者在看那個 以前總統它的那個 頁面的右邊就會有些基本資料 就是Info Box的部分 然後 就是 還有地圖跟圖表 那第三個就是 它可以維護一個主題的一個清單 然後說 這邊是一個那個 Birthday 就是今天 今天誰過生日嘛 然後他就可以 使用Weekin Data 就是不同 明等的生日的資料 把它撐在一起 另外還有看到一定 就是說 它其實一直可以去維護一份 那個 古蹟清單 然後 但是有時候 那個Weekin百科它可能還沒有寫 那其實你就可以變成 有點像是代班師 像是一種 功用 那最後一段就是視覺化 你就可以從那個 Weekin Data去取出一些 一些 視覺圖表 那這是Info Box部分 剛剛我們也提過 就是可以有一些 實實性的資料 然後再 潛入到那個 Weekin Data Weekin Data 然後像那個 這邊 有個 台灣的 地理 其實它就可以去取用 那個Weekin Data 上面的一些 地理圖表 然後它還有附一個 就是 OSM的那個 關係的代碼 那你可以點過去 就可以點到那個 OSM的那個 地理圖資 那跨站面積的話 像 剛剛 前衛章姐有提到 就是 你看可以點左手 點一個側邊欄 它有一個 頻道危機數據的面積 就可以做到一個 跨站面積的功用 那我們要怎麼去 做到這樣的事情呢 就是 MediaWP它有一個 Lual的模組 其實它就很輕量的 一個 一個加分語言 就是說 在原本的 比方說 因為MediaWP它是PHE引擎 它可以透過 Lual的那個 小本語言去 撰寫程式 然後 我去做一些 就是使用 在那個 維基百科專案 它使用那個 Lual模組的 使用統計 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個是 Weekin Data 就是說 那個 提供那個 Wikidata的 跨站連結 另外一個就是 ModuleWP 跟Wikidata的 檢測 那中文的話 比較常用就是 一個 WikiApps 另外一個就是 Wikidata 因為它是舊版 它已經被契用了 它建議大家去使用 導力還有一個 叫做 InfoBusD IP應該就是 InfoBus的檢寫 然後 這邊有部分連結 大家可以去 嘗試知道其他的 Module使用量好 然後在那個 MediaWiki使用那個 Lual模組的話 其實還蠻方便的 就是說 你一開始 先確定你 裝好這個 這個 塗鴉 這個擴充套機 它已經裝好 然後 先建議一個叫做Module 然後ModuleLane ModuleLane可以自己取 然後 你在其他頁面的時候 就 說一下 你把 隨時去呼叫 你剛剛建議這個 ModuleLane 就是 InfoBus固定 一定要 然後還有這個ModuleLane 你要呼叫哪一個 哪一個 模組 然後 另外一個編集 就是一個 Function 後面再直接寫其他的 參數 我們稍微再回顧一下 Ukidata的小辭典 就是 一開始就是一個 Q的話 有點像是 那個身分證 就是一個 獨特識別碼 就Q還好 然後另外有些Carpet 就像 國籍啊 神日啊 等等 那就是 P還好的 那些數字 還有一個 剛剛有提到 有一個限定 比如說 生於哪一點 主於哪一點 這樣 就是限定 剛剛 剛剛前一個 用的是限定詞 這個 這個文字 然後 看一下 來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講 那個 就不同模組 它的使用的方式 那 可以變成它是 比較簡單一個 查詢法的 體驗功能 的功能 像 我們在 某一個 那個 維基百科 使用那個 Wikibase 然後 1-ID的話 就會顯示 那個 意味所對應的 維基資料的 意味的ID 就像 說 像 我這邊是寫 若稅在台灣 這個意味去輸入 Invoke 然後 然後 1-ID的話 就會顯示 台灣 這個 維基百科 意味對應的 維基資料的 那個 ID 是 Q225502 那 接下來其實都是很類似的 就是 你在那個 維基百科頁面 輸入 比方說 我挖呼叫 呼叫 那個表現的話 就顯示它在 Wikidata頁面的 那個 一個欄位子 像這個是 就是 在英文世界 英文維基百科 就是 呼叫以前總統 那 就是在 原本的 Label的後面再繼續 接上 要呼叫 那個 那個 ID 它可以是 Q 或是P開口的 就是Property開口 那 Discuitions 都類似的 我們就 跳過啦 接下來 還有 就是 另外一個 就是 Wikidata UIL的一個 函數的呼叫 當然我們那時候 測試 它是英文維基還可以用 但是 中文維基百科 就沒有資源 其實它回傳的結果 就是 你 就是 台灣地理 它去 呼叫 導力 導力 UIL的函數之後 它就會顯示 台灣 這個 Wikidata 條目的 辯解 是這樣子 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 這個MARGO的Wikibase 它有一個DataType 就是可以回傳 那個 屬性的 資料類型 DataType 就是 比方說 這邊 我們顯示的P2 17 它是回傳的 國籍的 屬性 的資料類型 是 叫做Wikibase 然後 這個 DataType的話 就是它們有蠻多種的 就有列的一些 比方說 圖片 地理 座標 項目屬性 等等的 那比較詳細的話 我們可以去看這個鏈接 然後我們上面的話 都是 有點像是單一 比較簡單條件的查詢 那有時候我們 比較需要多種 條件的查詢的話 就可以去使用那個 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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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它在 用法上就是 像 inbook 然後我們再 集上一個 模組的名稱 就是導力 然後 然後 它的function 可以是property 或是 properties 就是 單數的property的話 它就似乎 幫你回傳 它覺得最好的 拿位子給你 那個 那個最好的 我還搞不太清楚 對 如果測試的話 還不是很清楚 它的 它的判斷的邏輯 另外一種是 properties 就是複數的話 它就會一次 就是 你要查詢這個 entity 或是property的 所有的屬性 通通都會列給你 回傳給你 然後我們就 做一個翻例 就是 比方說我們想要知道 台灣人口有多少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是 台灣 Q Q 這個是台灣 那個 那個 然後 人口是 一個屬性 所以這邊是 P開頭的 編號 然後我們最後就顯示一個 就是 我們想要的那個答案 就是 台灣人口有多少 那另外就是 因為 這邊有一個是properties 那如果另外一個是properties 就是複數的話 我們去查詢就是 台灣記載 那些文件的話 它就會顯示 多筆 要給你 那另外我們就開始 比較複雜的 查詢的方式 像 我們想要知道 台北市的人口數值 它 所以我們就用 一個properties 就是一個 預設的排序 它就會 回傳給你 一個 台北市人口的資料 但後來 發現它其實是 2013年資料 但它也不是最新的 所以 就是一個 神秘的理事案法在裡面 可是 因為我們 想要更 更 需要更多的資訊 所以我們會 比方說 我們就想知道 多筆的人口數值 那就是把 剛剛的properties 改成 一個複數 它就會 回傳給你一個 超級多的 人口數值 那我們就 有點 快不分倒 明天我們想要知道 更詳細的 知道是哪一點的人口 所以我們去 加上 調查日期 就是剛剛 秦威長久提到的 限定詞 所以 限定詞 就是在 查詢的 函說 後面 除了properties 都還加了一個 限定詞 所以 就是 Q就是 台北市 那個條目名稱 Qtitle 然後 P屬性的話 是指 人口 然後 另外一個 P585的話 就是指 日期 這個 這個 屬性 然後它的回傳結果 就是變成這樣 就是一個人口 然後 那一年的日期 這樣子 那一年調查的 然後 但是 有時候 就是我們進一步的話 想要 再同時加上 商業資料來源 所以就會在 我們那個 加的 函數 然後再加 限定詞 再加這個 然後 去達到這樣的效果 那它 它的回傳結果 就是會變成這樣 就是 人口 日期 然後 會有一個 就是一個 然後 你可以頂過去 比方說 它的 它的 鏈解 就是 低筆的那個 資料來源 是怎麼樣的 鏈解 然後 這些 我們講 剛剛講的就是 模組的使用 那接下來就是 比較是 伺服器方的環境設置 就是 它是使用的 MediaWiki的 軟體 它是一套軟體 然後也是一個 伺服器的軟體 因為我們要 有不同的人 透過網絲 網路瀏規器 去使用 然後 然後 其他 MediaWiki去支援 維基免體 集會的不同的專案 那它同時 也是一個自由軟體 那你在 要去使用 路軟模組 它就主要是 剛才比較有一個 這個 塗牙 塗牙 塗牙本的那個模組 然後希望 因為你是編輯器 就是可以讓你那個 程式碼 美化 然後 看一下 這是免體器 這是層次 滿美化的 另外一個 就是 就是一個 Rua 就是如果想要 用額外的 Rua 版本的話 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有一個 一旦你去 要去呼叫 那個 WikiData 之後 會需要使用到 這個 WikiBase的 Karen 另外一個 模組 然後這些上述模組 都是GPL 2.0 就是由軟體授權 環境設置的話 就是剛剛 因為你會需要 Rua的環境 然後 PHP的 那個 有時候 它可能會 安全關係 會 把它關起來 當然 這邊的話 要使用的話 會需要把它開啟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 設定 Rua的 執行權限 那 這邊就是 最後一個 結論就是 因為 為什麼會需要 去取用 那個 WikiData的資料 就是 因為它 像資料集中 然後面影充公 然後 我們也可以方便 大家去修改 增加資料品質 另外就是 因為當你把 不同資料 整合在一起的話 你可以減少 那個 語言上的合 另外就是 剛剛 我們要總去使用 Rua 透過Rua去 去使用 WikiData的資料 的話 像那個 MATCHO.WD 或是一個 WikiData ID E4Bus 它可以比較 支援複雜的 查詢條件 然後 比較簡單的 查詢條件的話 就可以用 WikiBase這個模組 然後就是到這邊 歡迎到一些 參考資料跟 技術問題的排除 好 謝謝 謝謝 時間還蠻多的 所以 如果問題的話 就可以進行 有問題嗎 好 那我就 自己 那個 先 自己問一問 就是目前 NUNA 使用 WikiData模板 使用的 情況怎麼樣 就數量級來講 有一個模板 喔 因為其實像剛剛 有一個 因為 很想 剛剛我們 使用的狀況 其實在剛剛一開始 有一個模板 就是在說那個 看一下 說使用的量 對 像中文版的 像 對 像 這裡 就是中文版 它 最常使用的是 WikiBase 這個 剛剛就叫它 比較支援簡單 查詢條件的 那個 模組 那 因為 英文版 就是 Edit WikiData 然後 第二名 比較常用就是 WiB這個模組 對 他有一點問題嗎 那我再問一問 就是 在中文維百科裡面 可以怎麼樣去利用 這個 做法的模範 去擴充 那個 條目的那個 豐富度 就是 看一下 來複習一下 剛剛 提到的 就是 維基百科 它怎麼去 取用那個 維基 WikiData 資料 就是 像有些 事實性的資料 的話 你 你可能透過 InfoBus 去呈現 那你就可以 透過路 去取用 WikiData的資料 來 呈現你的InfoBus 像 工作上 可能會 去抓一些 不同電影資料 類型的資料 就 導演 編劇 票房 這些都是 事實性的資料 然後 有一些 在WikiData上 會已經建好 那其實 你就可以很方便 透過路老模組 去取用這些資料 那你就不會 很辛苦的去寫 爬到不同的電網上去抓 就是 就是 關於事實性資料的 取用嘛 那另外就是 你可能會有一些 地理圖表 或者是 視覺化的資料 你可以透過那個 WikiData 來使用 這樣 有問題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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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有兩個問題要請教 謝謝你剛才的那個 介紹 然後 我們第一個問題是說 如果 因為剛才提到 就如何在Wiki WikiData 裡面 用WikiData 然後用 Lua模板 來取那個 WikiData的資料 然後放在 WikiData上 那 今天如果我是在 WikiData上面 編集的時候 比如說我想要 輸入一個 Value 那我有辦法去用 在裡面去塞 這樣Lua的 語法在裡面嗎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說 我們一般如果是外部的 我們這樣 我們想要使用 Media Wiki 鍵的 使用的話 可能會想要用 像 Javascript API 之類的 那我看到好像也有一個 Lua的 API 那 我不知道 講者包有沒有經驗說 如果我用 像用 Lua的多 API上面 可能會有什麼好處 就是 在它的 實作上面 相較請它 語言的 實作上 好 謝謝 第一個問題是 就是那個 Wikidata 可會使用 Lua的 預防 就我個人 今天上 是不需要 因為好像就是 提供一個現成的 編集線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 比較像是可以 輸入文字 或者是 數字等等 只要在 進入 Wikidata的資料庫長 第二個的話就是 其他網站 怎麼去使用 Lua 因為 我個人 對Lua的 程式語言並沒有很熟悉 所以 如果是我的話 可能 因為就是 Wikidata它本身就有 提供那個API 你就 就可以使用 它有提供一個 就是一個測試版 那應該是 叫做網頁的廠版 還有一些文件 其實你直接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 直接取得 JSON格式的 Wikidata 那 至於 我看到 其他 就是 平台 技術大學會 會取用 Lua 就是 輕量 方便的方向 我覺得 就可能就是 可以要取捨 到底要 使用 透過Lua這個模組去 取 Wikidata資料 還是說 你就乾脆自己 自己去寫 自己習慣的語言 然後去呼叫 Wikidata API 裡面的JSON 阿倫有問題嗎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 謝謝班頭 為我們帶來的介紹 就掌聲鼓勵一下 那 下一場是 十三年 五十五分 開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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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